就要克服壓力 然後抗壓性要好 要跟教練要有良好的默契 賽前要做好一些戰術以及心靈準備 這一次的比賽我會屬於比較保守 因為前幾次都是冠軍 算是被挑戰者 還蠻怕自己的一些細節破綻被人家發現 而且會摔得比較保守一點 教練就是會說因為我是之前的冠軍 所以會被比較會被注意到 自己就是哪些強項哪些比較特殊的都會被人家看到 被人家放大 所以要再改變 這是三連霸 下次就是挑戰四連霸 看能不能創造就是不敗紀錄一直贏下去 提抖 你還是會在過三連綿 我們會先悔性 解冠了 再說離開 我們會先離開 那會不會有小手 sincerity 重力 絲到完成